那你的KPI是在帮助你去测量你过去的表现 还是帮助你去预估你未来的成功 那NVIDIA的Janson Huang他就曾经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它indicator是过去的表现 That's why Key Performance in the Past 不过在他的公司 其中一个他跟他的团队常常去做的 就叫做EIOFS Early Indicator of Future Success 也就是说他在寻找的是一些 像他们在做这种未来性的东西 我想要去知道说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未来的市场怎么样 未来的成功率怎么样 那他需要去找到一些早期的一些征兆 或者一些数据来去代表说 我所做的这个东西 未来是会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那我想这个东西在现在的企业来说 千变万化的社会 每一家企业除了我们平时所做的KPI 领导者你要去思考说 你的行业里面 你有没有一些Early Indicator of Future Success EIOFS 是可以告诉你说 我现在所做的东西 有没有跟未来有关系 跟未来的成功有没有关系 值得大家去思考